好這邊呢因為剛剛算圖發現就是用顯卡算圖阿諾算圖就沒有想像中的快 所以我現在呢這個RenderUsing改成-Hardware 2.0 然後這邊呢它的設定呢Front這個可以改成JPGR或PNG 因為我覺得我們作業大概就是用這一類檔案就好了 然後一樣1到120個 然後檢查一下攝影機是不是RenderCam 因為這裡有很多可能會 它可能預設只會是Perspective你要講記得要改成RenderCam 然後它的長寬就是HD540也就是960540就是FHD的一半 那MileHardware這個地方呢大概要注意什麼 我們第一個先把這個視角這個視窗先改一下 它這裡呢畫面呢第一個你要把關節的S光關掉 然後再來呢秀這個地方其實應該是Viewport裡面的先設 喔None先設None好了然後呢你只需要看到什麼呢 你只需要看到兩種模型一個是多邊性 另外一個是需要看到Nervous模型喔 所以它有兩種模型一個是Nervous一個是那個Polygon 那再來呢地上的網格不用看到 所以那個地上這個網格在這裡喔 所以Viewport裡面的Grid取消 好再來呢我需要做什麼呢我需要做反句詞喔 所以Anti-Aliasing這邊打開一下喔 Multi-SampleAnti-Aliasing Enable 所以它這個畫面句詞會比較少 你把它改成16好了 就看起來句詞比較少 OK 還有呢就是這個硬體貼圖記得開一下喔 那Shadow好像開了也沒有用喔 Shadow跟那個Ambient Occlusion 開了好像沒什麼感覺 這邊好像一個假的影子 欸有耶 那還是開一下好了 開一下還是有用 稍微好看一點 然後這個模型不知道到底是什麼東西耶 這肚子怎麼會跑出來 這塊是什麼 這塊Ctrl-H藏起來啊 欸怎麼還有啊 那這塊又是什麼 灰色東西怎麼這麼多啊 Ctrl-H 喔沒了OK好 那再來 準備開始要算圖嘛 算圖的話 這邊呢先Increment Save 然後這邊呢做 切到Rendering 切到Rendering Rendering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呢Render Batch Render 因為它沒有Option 沒有Option 那就直接點Batch Render 然後再來就是要等它 等它的話呢 就點那個ScriptedEdit 就知道它的進度到哪裡喔 從這邊 我從這邊點是因為右下角有個錄影的那個按鈕啊 我會不小心按到 所以我會從這裡去找那個ScriptedEdit Scripts script script 你在這邊 Scripts 所以它這邊現在算圖 它就是正在跑 欸它算完了喔 喔沒有啦 正在算喔 想的奇怪 怎麼可能這麼快 它有算嗎 文件 Maya Project Default Image 有有有有有有有 欸怎麼一堆黑的啊 這是又怎麼了啊 到底是怎樣 很容易出問題耶 欸它到底有沒有在算啊 看一下喔 第二次 欸太奇怪了 怎麼會這樣 全都黑的 黑的 欸 為什麼是黑的啊 真的再不行 我就只好那個 Play Blast Play Blast的話 好啦 不然就Play Blast 我覺得有點沒責 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版本喔 其實不太穩 你能的話就盡量都改成 欸 2024.1的 怎麼還這麼不穩 這有升級過了耶 為什麼還這麼不穩 奇怪 好這樣好了 不然就Play Blast Play Blast的話 就這邊 右鍵 然後Play Blast 這邊設 我看喔 QuickTime有沒有什麼 比較高檔的格式喔 去點264 算了好 將就將就 品質挑到100 大小是這樣子 1 save to file 儲存 奇怪 剛剛算的時候是可以的耶 剛剛那個硬體算圖算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現在又出什麼問題喔 front 然後這邊browse一下 browse這個位置 OK 這邊再來Play Blast 欸這畫面沒動耶 是怎樣 有這麼坎坷嗎 我看 欸可以動 這軟體是什麼狀態啊 畫面沒有動 然後其實是有輸出 OK 所以 好 那就先把前面的 正式圖這一段 做出來吧 那畫面先還給你喔 我們這樣子應該 下課之前是講得完的 整個問題 2 2 2 3 2 8 3 4 4 2 4